28歲大陸警打國產疫苗去世 家人遭威脅禁聲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中共病毒疫苗的安全性備受質疑 最近網上不斷爆出接種國產疫苗死亡個案 最新傳出的一例是一名28歲的邊檢警察 接種國產疫苗後死亡 家屬遭威脅收聲 大陸微博帳號山下花野子 最早在4月10日發帖說 自己的弟弟是一名邊檢警察 不夠30歲 發病前身體健康 接種滅活疫苗後 突發血小板為零 腦出血、皮下出血等症狀 已經在ICU昏迷17天 情況已報告國家疾控 帖文說 目前聯繫有臨床經驗的專家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專家 都請與他家人聯繫 家屬需要更有效的治療方案 隨後 山下花野子又發帖文說 已經聯繫到相關專家 多謝好心人 相信奇蹟出現 4月15日下午 山下花野子再發微博帖說 弟弟今年28歲是一名軍人 沒有病史 今年1月 單位統一安排接種國藥集團的北生滅活疫苗 第一針1月11日接種 第二針2月8日在深圳賓河大道 撫幼社空中心接種 期間 他弟弟出現疲勞 皮下出血 牙韌出血的情況 3月24日 頭痛以為感冒 突然腦出血入院 4月15日過世 山下花野子質問 他的弟弟是重度再脹引起的腦出血 為何接種疫苗 會引起再生障礙性貧血呢 請你們給家屬一個交代 山下花野子發出另一則鐵文顯示 他被威脅散鐵 他說 15日下午 接到弟弟單位領導 以及福田衛生健康局的電話 說希望我注意影響 然後不告訴我情況下 封禁我的發言 他表示 1.我沒有造謠 2.我作為家屬提出疑問 需要解答 我沒有要和國家政府作對 我要為弟弟找回公道 一個好地地的人 到底是怎樣沒有了呢? 山下花野子的其中一則鐵文 在短短一天內 就有7萬多人閱讀 但隔天再打開他的微博 發現有關他弟弟打疫苗過世的鐵文 已經全部被刪除 事實上 最近已經爆出幾宗 中國民眾接種國產疫苗後死亡的個案 4月16日 也有大陸某高校一名學生爆料 學校自願打疫苗 學者打過之後 就送入重症病房搶救 希望人無事 4月14日 希望之聲電台接到中國民眾爆料說 遼寧省大連莊河市 桂雲花香嶺 西村村民王大軍 今年43歲 3月底的一天 王大軍接種疫苗後 當日死亡 家屬要官方有交代 遭到當局禁聲 警告不准外傳 爆料者說 王大軍被解剖屍體後 官方說她是食險死亡 和接種疫苗無關 希望之聲記者採訪到 桂雲花香居民王女士 她說 死者王大軍原來身體很好 亦沒有任何病 一下子就死了 上午10點打的疫苗 晚刻就死了 大方說因為打了疫苗死的 王女士表示 當地現在沒有人敢打疫苗了 當地政府目前沒有強制才打 王女士披露 王大軍的離世 令這個家庭陷入困境 她留下三個未成年的小朋友 最小在獨幼兒院 沒有生活來源 吃低飽 另外北京網民梁偉 3月底也披露 她太太打疫苗之後昏迷 一名要求匿名的北京男子 向自由亞洲電台披露 梁偉的太太接種疫苗 不及10分鐘就分倒在地上 送到中日醫院搶救 下午才清醒過來 關鍵是有人組織撕打疫苗 但出事就沒有人理 3月底 網上一段視頻顯示 在大陸某地接種疫苗現場 有人突然躺下 工作人員不讓人拍攝 由於過去中國假疫苗 毒疫苗事件頻繁 加上當局力推的中共病毒疫苗 都沒有公佈第三期試驗數據 大部分民眾不相信國產疫苗 所以中國整體接種疫苗率偏低 中共為了提高疫苗接種率 從3月下旬起 各地官員對民眾軟硬兼施 威脅不接種者要追究責任 不准乘搭公交車 不准進入市場、超市、酒店 甚至影響工作、子女入學等 對此大陸網友怒斥 接種疫苗是要致人於死地 誤中疫苗同樣會被致於死地 反正條條致人於死地 中國各地官員逼民眾打疫苗 致際網上曝光一份表格顯示 遼寧一地65名公務人員中 僅有3人接種了疫苗 其他絕大部分人以患有各種病 為由拒絕接種 相關消息引起網民熱議 有網民嘲笑說原來公務員也有病 看來基層公務員也知道其中的厲害 北京一位退休中共老官員對大紀元表示 自己不願意接種國產疫苗 怕打了之後有不良作用或者殘廢 或者幾天就死了 怕有後遺症不敢打 北京大興區村民樓女士 也對自由亞洲證實 他們村鎮的一把手村長和村書記 包括鎮裡哪個官員都不打 卻要老百姓打 老百姓成了小白鼠 做官的、吃的、喝的有特工 疫苗給老百姓特工不打還不行 背後都不知是什麼勞訴 今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閣聽新聞》 請大家多多支持 《紳士閣聽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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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